大家好,我是小赛 粉蒸肉是最简单的家常菜之一 但是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做出来的粉蒸肉 又柴又硬又刚,还不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粉蒸肉的家常做法 做出来的粉蒸肉软弱鲜香,不油腻 一夹就浪 下面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制作的吧 做粉蒸肉一定要选择像我视频中这样的五发肉 这样的五发肉三肥七瘦 做好以后吃起来就会肥而不腻 但是这种肉猪皮上面会有残留的一定的猪毛 这个猪毛我们一定要将它处理干净 不然吃起来的时候不太卫生容易招嘴 我们用个喷火腔给它慢慢的烤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够很快的把上面的猪毛去除干净 这样做不仅能够去除残留的猪毛 烤过的肉还能很好地给它去腥 把五发肉烤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将肉烤得太焦 把烤好的肉放入温水中将它浸泡一会儿 将五发肉浸泡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把烤焦的地方给它泡软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五发肉也浸泡好了 然后我们用刀把烤焦的地方给它刮一下 用温水浸泡过的五发肉很轻松的就刮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将五发肉刮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将五发肉拿出来 再次放入温水中将它清洗干净 将五发肉清洗干净之后拿出来 再放到菜房上 然后将五发肉赶下刀 我们在做粉蒸肉的时候 一定要把肉切得稍微厚一点点 切成像视频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在切的时候一定不要切得太薄 等会儿做出来以后没有那么美观 吃起来也不过瘾 将五发肉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碗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两小勺料酒去腥 两小勺生抽 然后用手将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我们在抓拌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之后 给它放一盘腌制20分钟左右 接着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 碗里面加入四勺糯米粉 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盐 一小勺五香粉 一小勺红麴粉 这个红麴粉我们这边也叫红蒸米 这个红麴粉超市都有得卖 然后用一个不锈钢小勺子 将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们来看一下 将米粉搅拌至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一个不锈钢盘子 碗盘子上面铺上一层油脂 将油脂汤平汤好 然后将五发肉放到米粉里面 将五发肉均匀地裹上米粉 我们来看一下 将五发肉过程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加五发肉 加入五发肉 刮上米粉之后 姜乳发肉放入盘子里面 姜乳发肉摆放整齐 我们来看一下姜乳发肉 反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米粉肉端出来 放到滚烫的太阳底下 晒一到两天就可以了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晒好的米粉肉 将米粉肉晒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晒得太干 然后将晒好的米粉肉拿一些出来 放到一个碗里面 我们吃多少就拿多少出来蒸 然后将米粉肉放到蒸屉里面 再扣上盖子 大火烧上去以后 蒸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然后用反烫夹 将米粉肉夹出来 放到案板上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粉蒸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粉蒸肉 看着特别的红亮 看着特别的有食欲 闻着也特别的香 粉蒸肉这样做既好看又好吃 还特别的鲜嫩 这样做的粉蒸肉 不干不柴不硬 软弱鲜香不油腻 入口即化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